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说要比其他的欧洲国家要多得多 德国以外啊 他比较再熟悉的呢 那应该算是英国 法国 意大利什么的了 在德国啊 也传说着各种各样的笑话 你可以感觉欧洲人互相吹捧的真不多 但是挖苦讽刺的 那数不胜数 而且还特别有趣 你比如说吧 德国人呢要说英国人 倒国心态 伪君子 怎么着的啊 就是各种的那种尖酸刻薄的话 能让你啊笑破肚皮 他们呢特别爱形容这个英国人的那个寒酸 什么伪君子 呃诡诈多端 反正啊你一听还挺伶俐尽致的 有一个那个德国的同事啊 就给他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初那个 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人就特别看重什么呢 他特别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那个贵族身份 而且呢你还得有钱 不然的话啊英国人也会取消 英国呢就有不少的Gentlemen 根本啊其实是买不起衬衫的 那怎么办呢他还得装货绩 于是呢那时候商人啊就发明了一套那个白领套 和这个白袖套 洗的白白的还给你上上浆了 完了就套在他的脖子和袖口上 露在这个西装的这个 哎能够这个领子这能露出来 不知情的啊还想着呢 哎呦你看看这得是一个多么漂亮的 这个衬衣啊 哎你肯定这个衬衣也特别特别贵吧 那这个人一定一定也有点来头吧 哎这个假领子和假袖口这个啊 嗯现在还有的卖 就有那么一年冬天呢就有一个英国的贵族到这个意大利去访问 气派那么大架子也十足 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的啊 可是意大利当时接待他那个人啊 特别的了解这就是典型的英国的那种伪君子的行为 于是啊就故意的啊把家里那炉子啊烧的热热的 然后自己呢先把那个上衣啊脱了 然后说客人您随便啊 但是这个英国gentleman啊 热的那叫一个满头大汉死活就不肯把那个外套给脱了 因为这一脱这不洋相就露出来了吗 当天晚上呢这位英国客人呢就住在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朋友家 这仆人呢上来呢说哎我把你的衬衣拿去洗吧 弄的这客人呢狼狈不堪呢 嗯 英国呀还有一本书叫傲慢与偏见 这里边呢其实就特别的讽刺他们当时英国的那种贵族的社会 写的也是最淋漓尽致的 有一次啊 呃有一个汉堡大学研究文学的一个德国的教授 就问关于谦 说你知道为什么法国人写爱情小说英国人写侦探小说是世界文明的吗 这个跟他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法国人的基因里那罗曼提克的因素多 呃红与黑啊什么的啊 一描写起偷情来那简直是会声会测的 德国人只能够是望洋心探 而英国呢是殖民必多 英国人呢就必须得用那种狡猾阴险表里不一的手段 才能够让这个亚洲人非洲人呢上他们的圈套 所以啊他写起小说来也是那种特别擅长描写人心诡诈 伪善欺骗那种的心理的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侦探故事也是最离奇最难以琢磨最吸引人的 这德国人依然是自愧不如啊 这个教授其实他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德国人呢要比起这个英国人法国人来说啊 要老实的多的多 再说到这个世界的运动项目啊 大家都知道什么足球啊排球啊高尔夫球 冰邦球网球羽毛球等等的啊 大部分都是英国人发明的 在玩这方面啊 你应该你还必须承认英国人的脑子就是零 哎他弄出了好多种的这个运动规则 而且不断的在那修改在那玩上 嗯 其实他的宪法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吧就是关于谦到爱尔兰跟一个爱尔兰的教授呢就聊到了这些事 这个爱尔兰的教授啊就特别的同意关于谦说的 确实如此 但是啊你啊还得要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 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全世界 一边来去消磨时间 所以呢那什么大球小球的啊 各种的这种东西就出来了 什么事物啊 你要看他都有正反两面的 现在奥运会里边那么多的项目 你可以说英国人真的贡献不小 这应该可以给他们立一大功 但是呢你也得说这是全世界 给他们打下的基础 让他们有那个时间去立这个功 法国人呢确实是喜欢开玩笑 一逢弃此来这个别的那个民族啊 绝对也不亚于德国人 法国女人一般呢都不太愿意和这个 德国的男人交朋友 因为啊这德国人啊太矮吧 直来直去的 比如吧有一次呢这个关于谦呢 就在巴黎的时候 一个法国的朋友啊知道他住在德国呢 就问哎你受得了那种那么没人情味 粗手粗脚连拥抱都不会的德国人吗 关于谦就跟他说 哟我觉得德国女的好像比中国的女的 更多愁上感一些吧 嗯而且呢 关于谦觉得呀 德国人他有特别多的那个 这个人感觉特别可靠 这样的的范例 比如说他有一次吧 他在这个德国汉堡大学任职 他呢任职了大概都有三十多年了 他呀就从来没发愁过他的工资 呃会不会准时发下来 从不需要你知道吗 他的工资会不会提高也不用他发愁 因为这个德国的大学啊都是国立的 什么事情呢都给你事先都计划好了 你呢根本就用不着为你的工资去发愁去 大学呢每两年会按照你的功名 你的年龄的增长给你加一次工资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啊 只要是大学人事部有他的这个银行户口 他自然而然这个一个月都不太差的 把你的工资准时的汇到你的账户上来 可是呢就在呃多年前吧 他有一次就是被这个意大利 纳布勒斯的一个东方学院 呃也就是当时啊欧洲最古老的第一所大学 聘用作为了一个客座教授 让他任职一学期 就这六个月里啊他每周都得从汉堡坐飞机 跑到纳布勒斯 而且呢还得自己啊买买那个来回的飞机票 呃事先你还得订那个在纳布勒斯公寓的那个租金 六个月了他一分钱都没收着呢 连他那些同事意大利的同事都为他着急呢 一直说你赶紧催呀 你不催行我们帮你催去 但是一直一直就没下落 直到六个月都结束了上课的最后一天 有两位意大利的教授拿着那个政府啊 披下来的那个聘书 带着他从这个市政府的教育局 一直跑到人事局 再到财政局 完了以后一个办公室进去 一个办公室的那 一个个的让这些人在那上面签字 改章最后一直忙到了下午三年多钟 也就是说他马上要上飞机了 两个小时后那飞机就要起飞了 他才在意大利银行拿到了六个月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李拉啊 特别的不值钱 进进出出就这么一百万呢 结果他不得不干嘛呀 临时买了一个大的箱子 把这个钱给装进去 纳布勒斯啊 在那个时候是意大利最不安全的城市 也是黑手党呢 活动很凶的一个地方 当时他那个两个教授朋友啊 跟他告别的时候 拼命的在那个脸前面啊 给他画那个十字 祝他一路平安 你要说意大利人不可爱吗 真的不是 关于千决的啊 意大利人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民族 做事啊随随便便 稀稀拉拉的 反正就你看不到严肃的样子 但是啊 对人真的好起来啊 那是把心都能给你掏出来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他们那个纳布勒斯的那个东方学院里啊 有一个那个波兰来的教授 当时呢那个时候波兰团结工会 不是正在国内闹得特别凶吗 意大利人呢那时候啊 都特别的支持这个波兰的团结工会 这个教授就亲口对这个关于千说 有一天晚上啊他正好走在马路上 突然呢来了了三个骑摩托车的纳布勒斯人 要打劫他 可是他当时他说啊他没钱 那打劫的人不相信呢 你美国人怎么会没钱呢 他说我我不是美国人 我是波兰人 结果那傻小伙子说 哟那么你是那个团结工会的呀 啊是的是的 结果你猜这个怎么着 这仨小伙子不由分说 直接把他拉上摩托车 非要请他去喝酒不可 这就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啊尤其是纳布勒斯人 特别爱说话 而且一说起话来啊 一定要手无指导的 全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有一位非常能说会道的将军 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受了伤了 两个手臂啊都断了 回来以后啊他再也不说话了 结果人家就问他呀 说你干嘛不说话呀 结果他就说我没了双臂了 我怎么说话呀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 但是呢你也能说明那儿的人的一种豪放的性格吧 有一次呢就是关于谦在纳布勒斯去访问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教堂 就在他那儿观看一个做雕的时候啊 旁边就突然站出来了一个特漂亮的一个小伙子 难了后呢用英文跟他说 我叫Angelo你是从哪来的呀 你到纳布勒斯来做什么呀 结果关于谦就说我我是中国人 我从汉堡来在你们这儿啊做一个客座教授 结果啊这小伙子一听啊可兴奋了 他呀是纳布勒斯人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他觉得呀 哎呦我能在这儿认识一个中国人 那高兴热情 完了以后啊跟他一见面就开始无所不谈 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哎我现在呀在西西里岛工作呢 你知道西西里岛吗你去过吗 关于谦就摇了摇头 关于谦的知道呢就是西西里岛就是那个意大利特别南边的那个有那么一个岛 嗯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古老建筑呃冲着地中海 反正是一个挺有名的地方 但是呢他也听说了那西西里岛那可是黑手党mafia的中心呐 好多的那些德国的朋友就说你可千万别去西西里岛玩去啊 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安吉罗就直说了 结果啊那小伙子嘿没那么回事 我在西西里岛工作呢 而且啊我在那儿有一套公寓呢 你呀欢迎你随时到我家住啊 当时他还觉得欢心说可能啊我这跟他还不认识 这二分钟都不到呢 结果啊他真的就向他提供住宿 而且说啊我直接邀请你到我们这个西西里岛来玩了 好吧那今天先讲到这吧啊下期见 我再讲讲吧要不然他们老说我讲的不安一圈这个讲的太短 呃也希望这个系列呢能够赶紧结束了得了 呃也确实他挺会讲故事的所以呢呃讲起来也挺好玩 结果他就觉得这这这这人可靠 正在这时候呢一块陪他过来的那个玩的这个两个意大利的学生啊正好走过来 哦后来才发现这安吉罗啊呃安吉罗跟他们是好朋友 结果呢他就说哎安吉罗邀请我去西西里岛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结果那两个学生说那可太好了 你一定要去呀结果第二天这个安吉罗还真打电话 回来了原来啊他这时候已经回到西西里岛了 然后就说你下了决心没有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呀 结果关一圈说要来我也得跟我妻子一起来呀 这安吉罗马上就说没问题欢迎欢迎 一个星期啊居然打来三次电话那叫一个热情那叫一个友好 弄得这关于谦啊哎呦就被这个友谊直接就感动的不行了 赶紧就给老婆佩春打了个电话 这佩春是个一向很小心翼翼的人 他一再的问这个人可靠吗 关一圈就说应该没问题 其实他心里边啊也没什么谱 结果啊老婆还真来了 俩人呢就从纳布勒斯踏上了去西西里岛的火车了 一路肯定畅通无阻火车离这个西西里岛越近啊 你能发现这周围的风景越美丽 那真是太诱人了 这关于谦心里边还有点底骨 别出什么事希望一切平安无事 可笑的是啊他只知道安吉勒这么一个简单的前面的名字 姓什么不知道也不知道人家住哪 哎呀你说他要是没跑到这个火车站来接他 你他们俩人还得去跑别处去找你管去呢 后来他一想啊还管他呢 他呢既然都已经来了大风大浪我都见过了 这算什么呀 火车这时候呢到了中点站了 来接他们的人啊 除了这个安吉勒 还有呢就是他的美国的女朋友以外啊 关于谦都吓傻了 居然还有十几个这个安吉勒的朋友 哎呀全都像他跟那个伸出那个欢迎的手啊 就跟那个森林似的 那叫一个热烈 那叫一个热情 当天晚上这安吉勒就安排啊 跟这十几个人一块儿 跑到一个古老的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意大利饭店 去吃了一顿那叫一个甜香可口的西西里饭 这帮人是又唱又跳 这安吉勒居然能弹一首的特别棒的吉他 那气氛热闹极了 一直一直热闹到了深夜才回到了这个安吉勒的家 结果呀结果这个关于谦发现啊 这公寓只有两间房啊 而且呢也不是显得特别大 这个安吉勒呢就安排这个关于谦两口子住在外间 他们住在里边 这关于谦就觉得有点不太自在 有点觉得就这不把人家那个日常生活就给打扰了 但是啊人家那个女朋友可随便了一点都不在乎 又一块儿坐那儿还聊聊聊一直聊到深夜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一起来一看 人家两口子已经给他们准备了特别丰盛的早饭 然后还跟他们说我们要去上班了啊 这是我们家的钥匙 一个钥匙呢是开大门的 一个钥匙呢是开汽车门的 哎你看见没有那楼下边的门口那个 那停的那个意大利的红色小汽车 哎这个车就归你们了 你们可以用一个星期 然后啊人两口子连问也没问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有没有执照啊 问都没问 我天关于千啊那从那天开始那叫一个如鱼得水 就在西西里岛的那坑坑洼洼的百游路上啊 足足好好的玩了一个星期 可以承认啊真的太美了 古迹不但多啊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古老 有的能够上述到三千年的历史呢 有一天黄昏吧他也没注意 结果呢一个车轮直接掉进了马路上的一个深洞里了 轮胎也爆了弄得他俩呀急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安德勒 结果啊呸这小伙子很快就来了 笑着说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长事 我呀没有事先跟你说 我应该事先啊 稍微的警告警告你 可以说其实这时候关于千对这个安德勒啊 那简直是一点的不信任都没有 而且啊好感是越来越多 这个人又好爽又大方 那讲又一众哥们一起 说话呢也是特别随便 那骂起那个意大利领导人来啊 一点都不带顾忌的 连讽刺带挖鼓的 弄得啊旁边的人听着全都是彭府大笑的 这小伙子的朋友也特别多 几乎啊每天晚上他们是换着饭店的吃 饭后呢完了一帮子人再又跑到这个安德勒的这个小家 又唱又跳 当时那个坤英杰还在想呢 你说他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他在那公司静得下来吗 就这么一性格 就这么着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 然后呢这个关于谦呢就跟他们告别 这个安德勒说不行不行 我们啊一定要到火车站去送你 结果啊跑到这火车站 一看来送的人 比来街的人又多出一倍还多 还有一个安德勒的一个好朋友啊 愣是要陪他们一块坐火车 回到纳普勒斯才行 从这个陪他们回去的这个哥们的这口中啊 关于千财之党 这安德勒啊 是这个纳普勒斯黑手党第一首领的儿子 但是呢他呢不愿意跟他父亲啊同流合污 所以呢跑到美国去读书去了 回来以后呢他也不愿意留在纳普勒斯 就跑到西西里啊去打工去了 这哥们还跟他们说啊 有一次啊他这个纳普勒斯的黑手党的爸爸啊 就逼着这个安德勒结婚 结果呢这儿子不干 两个人呢就大吵了一顿 这安德勒一生气啊就开着汽车离开了家了 在一个桥梁上呢愣把一个桥柱子给撞断了 人和汽车也飞到河里边去了 撞在一个岩石上汽车也摔了一个粉碎 命好的是啊他居然一点点伤都没受着 从那个汽车窗户里边也爬出来了 然后偷偷的就跑了 等警察来了以后一看啊 哎呦这车都被撞成这样了 这这尸首也没找着 哎呦这下可把他的那个黑手党的爸爸给激坏了 到处的找儿子 而且啊撒出话去了 只要我这儿子能回家 我再不提这门亲事了 听到这个故事啊 这个关于谦啊就觉得特别的好笑 这个有点特别跟中国人特别像 哎我以前跟你说过哈我我我交过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中意大利人家庭这个封锁啊跟咱们中国人特别像 嗯我觉得到现在啊他比咱们还严重就是什么他的家族的这个观念特别强 一到周末聚会的时候啊全是一家族一家一大帮子一大帮子的 完了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意大利男人啊他其实也是出轨的 出轨呢但是他是就是呃 呃家里边红旗不倒外边采旗飘飘 他对那个家里边是绝对绝对的那个就是头往地的给你干活 把家里都给伺候好好的啊他再出去那个去浪漫 嗯很少离婚 就是离婚的很少哎 在这个就是特别像完了再加上他们吃的也跟咱们很多东西特别像 尤其是他们那个叫什么毛起司哈 特别像咱们的臭豆腐就是你闻着可臭可臭了 呃我觉得有时候比咱们的臭豆腐还臭反正但是呢吃起来是真香 呃 再一个呢就是意大利男人特别的爱做饭 呃完了特别的爱逛商店 这个好像跟中国男人不太一样 就是有时候逛商店能逛的女人就作为我来说就是能给我逛的火帽三丈 还逛呢 特别爱逛商店 爱做饭 哎 馋 嗯 这个关于千觉得呀呃他反正是对这个意大利人的这种豪爽哥们一起 特别的有好感 那你要跟这个德国人一比啊那确实是性格差的太远太远了 嗯 而且啊他跟中国人还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呀说话声都特大 反正你要是到了那个意大利饭馆去吃饭啊你跟进了中国饭馆差不多 哎 哎也是好热闹但是呢呃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特别的会浪漫 呃负责任的却很少 呃这个呢意大利人跟西班牙人又特别相似 所以啊这个德国的女人啊一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经常被晕的胡说八道 所以啊这个当时呃有一个专门的叫德国的未婚妈妈 呃就集体起诉这西班牙男的和意大利男人 就是到那里一晕晕了以后被浪漫掉进去了吧啊谈恋爱 谈的那个如日中天的完了以后自个儿怀孕了人家那边不负责任跑了 完了以后呢就自个儿就成了未婚妈妈了 嘿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一直在西班牙的 好多年了 他跟我讲就是他几乎白天就没怎么出去过就是睡觉 为什么呀他是西班牙人一般是什么下午晚上八点以后才开始他真正的生活 呃你如果有这个平时上班啊也是中间他要休息很长时间的午觉 完了呢就几乎上班的时间特别短 呃大概两三小时吧他中间就又休息了 完了就是又是出去喝咖啡吃东西又是吃东西喝咖啡 完了晚上呢你比如说要约着一块吃晚饭啊 没有十点以前来的全都是约到晚上十点以后 那个时候他们真正的晚餐才开始 那简直是就是一顿饭一直吃吃吃吃 吃到早上四点钟 完了以后他再回去睡觉 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十点钟 呃有的人去上班 有的人还是接着又是吃早茶 呃喝咖啡 关于全反正觉着呢他跟意大利人打招呼啊 呃打交道啊呃有时候发现这做事真的不靠 没法让你放心 他们不管做什么啊一般都是最后一口气 他也是马马虎虎的给你就算是结束了 你比如说吧呃同样的呃做一个书架 一直都做的特别好 就是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他绝对给你啊炒炒的就收工了 所以啊你有时候你到他们的工厂去 你一看啊下班的时候那满地全是工具 完了那个地上油渍也是满地满地 绝对不会给你收拾了他走了 他是不会收拾的 哎就说下班了就下班了 德国人尤其是北边的那些德国人 那简直是有一次就是关于全他就去参观过一个火车头的一个制造厂 呃在他没到德国之前啊呃他不是去参观过这个北京的那个火车头制造厂啊 那个时候是由这个苏联专家专门指导啊什么这个整个那个包括人家的生产线都是人家帮他们安排的 哎呦他那时候也是一看啊咱们那也是满处都是什么碎钢的破铁的呃报废的那些小螺丝病 什么大螺丝病细铁丝啊什么的各种的啊呃包括就是连那个成段成段的生锈了的那个铁轨也都是你走那儿啊 你连那下脚的地儿你都下不去到这德国他一看嘛呀那叫一个干净有序工具啊永远的你一看排的整整齐齐的用完了以后 哎这工具一定是放回原来的地方你看上去啊好像是这不是一会还得用啊这不是多麻烦啊实际上啊你后来会发现这增加了你的工作的这个速度了 因为他省去了你好多好多时间去找那个工具去就反正是他那次参观的时候啊呃大概离下班有个差不多有15分钟左右吧 你就看啊所有的工人就开始已经把这个工具原材料各种要用的东西啊都给你整理好了 那个工地上刚才啊弄了各种的灰尘已经就打扫的干干净净了就干净到什么份上呢 光一切就觉得我可以直接躺下睡觉哎可这事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地 那你就更别提什么人家的面包房啊什么蛋糕商店了那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是干干净净的 连那个芝麻粒都不会让你在哪个地方发现它不该在的地方 好我们这回真的下期见了下期见